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央视主持董卿久违现身,素颜低调回忽,与保安孩子互动太暖心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,不不要订阅,添加小铃铛,关注猫眼娱乐,走在娱乐最前沿,6月29日上午,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上,晒出一组央视,著名主持人董卿的进场,这已是董卿久违的露面, 当天董卿从北京回到上海陪武清过节,从机场出来后快速坐上车回家,C2鱼圈迪胖胖,董卿一身职业女性的干练打扮,私底下的董卿也十分优雅,整个人都非常温柔,一头短发披散在肩头,眼上戴着口罩,头发上还别着一副墨镜,素颜出镜的董卿气色十分不错,C2鱼圈迪胖胖, 据网友透露,董卿在来到自己家小区门口时,还与保安家的小朋友打招呼,随后和小朋友聊几天,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,非常接地气,和小朋友的互动也非常冷心,C2鱼圈迪胖胖,看到董卿现身上海的画面,不少网友也松了一口气, 此前董卿曾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,网络上便有谣言称董卿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,有媒体联系到了他的朋友,董卿的朋友则表示董卿正在上海照顾自己的母亲,工作已经开始积极准备了, 在董卿好朋友辟谣后,董卿紧接着就上了节目《为你服事》,节目中他选择了卡尔萨根的作品《暗淡蓝点》,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大气,给人带来听觉上的享受, 董卿表示暗淡蓝点同样,也是送给自己五岁的儿子,希望可以激发他对科学的好奇心与想象力, 这也是董卿罕见地谈起自己的儿子,自从结婚生子后,董卿一直都很注重保护自己的私生活, 如今董卿的工作已经在逐步恢复正常,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的幸福,祝福他可以一直幸福快乐下去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当不迷入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者 立志的贮助